斯里兰卡发现巨大蓝宝石重510公斤至少值1亿美元。 斯里兰卡素有宝石王国之城,而拉特纳普勒地区则是该国著名的宝石城,2016年初。 该地区发现了重达1404.49克拉的星光蓝宝石亚当之星。 这块一蓝宝石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大的蓝宝石。不过, 这个记录要改写了,因为同样在拉特纳普勒区。 一块以重达250万克拉的蓝宝石经线世界。 据英国《太阳报》7月27日报道,2020年。 斯里兰卡拉特纳普勒区一名叫Gamage先生雇佣工人在自己后花园挖井。 结果工人们意外地挖出了一块一长100厘米,宽72厘米,高50厘米的蓝宝石。 Gamage先生秘密地向斯里兰卡国家宝石和珠宝管理局报告了工人们的惊人发现。 宝石学家Gamage先生博士说,这可能是在4亿年前形成的。 据《斯里兰卡国家报》报道,宣布这一发现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这一过程包括清除宝石中的你和其他杂志,以便宝石专家分析其质量并进行认证。 Gamage先生告诉B,B,C,在清理过程中,一些石头从星团中掉了出来,后来发现是高质量的星光蓝宝石。 据称,这块宝石价值至少7200万英班约1亿美元。 斯里兰卡国家宝石和珠宝管理局主席Fillabuera新说, 这块宝石是在拉特纳普勒区的Cahot发现的。 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不能透露具体位置的进一步细节。 他补充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星团宝石标本。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鉴于它的规模和价值。 它已经引起了许多私人收藏家及博物馆的兴趣。 各国皇室代表也加入了这块一具大宝石的竞标。 不过,Wira Singh主席确认,这块宝石属于土地所有者Gamage先生。 因为是在它的私人财产中发现的。 然而,为了安全起见。 这块宝石被转移到了西兰银行的一个保险箱里, 由武装人员看守,戒备森严。 值得一提的是, 英国王室凯特王妃的订婚戒指就是星光蓝宝石戒指。 只不过, 这枚价值30万英半约42万美元, 的蓝宝石戒指是以古代安娜王妃留给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两兄弟的遗物。 威廉王子在2010年用他向凯特求婚。 二王室蒙娃养成绩, 夏洛特公主没遗传包牙秃顶, 气质神云似英女王。 王室由女初长成, 万千宠爱及一身。 作为英国王室的天之娇女。 夏洛特公主从一出生就受到了英国民众的热烈喜爱, 几乎成了团宠, 人见人爱。 夏洛特公主之所以如此受宠, 与她可爱的外形嬉嬉相关。 脸蛋长的粉嘟嘟, 没有英国王室遗传的包牙。 笑起来像爸爸一样憨态可居, 不笑的时候,气质高贵, 颇有女王风范。 夏洛特公主出生于2015年, 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的第二个孩子。 也是英国王室的长公主, 同样有着王室继承权。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因为出众的外形, 浪漫的爱情, 以及体恤民众的政策和作风。 在英国颇受民众拥戴, 支持率和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 作为王室的成员, 艾乌吉乌、夏洛特的出生颇受关注, 由于威廉王子夫妇第一个孩子是小王子。 所以第二个孩子民众及王室都乐切派是一位公主。 诚意的祷告感动了上天, 凯特王妃真的带下了一位小公主, 举国欢庆,激动不已。 小公主作为天之娇女, 英国民众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那真的是锣鼓喧甜,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英国皇家骑兵炮队专程从白晶汉宫附近的惠灵敦兵营出发。 在有纪念意义的时间点在海德公园名里泡四一响, 来庆祝夏洛特公主的诞生。 与此同时, 英国皇家驻币局还专门为夏洛特公主设计了面纸五英班的洗礼纪念币。 纪念币又由英国声望很高的雕刻师约翰, 被李达尔设计。 正面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第五代的图像, 背面刻着一形字。 为庆祝夏洛特。 伊丽莎白。 戴安娜公主2015洗礼仪式, 外形是百合花和演奏竖旗的天使围绕。 中间是具有巴洛克风的椭圆形镜框, 美轮美奂,十分精致。 这枚纪念币全国发行, 金至金至币限量350枚, 银至金至币限量5000枚。 英国最著名的地标, 他瞧,伦敦眼纷纷亮起粉红色的灯光, 华美绚烂, 举国上下,民众一片欢腾。 来庆祝夏洛特公主的到来, 从这我们能看出夏洛特公主有多么是欢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夏洛特公主渐渐长大, 她不负众望, 越长越可爱, 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喜爱。 夏洛特公主经常随父亲和母亲出现在大众的事业。 简直快已成了英国的吉祥物, 连一项严肃的英国女王。 看见自己的孙女也是没开眼笑, 一点都没有了往日的女王架子。 2017年, 夏洛特的姨姆琵琶, 米德阿尔顿与詹姆斯, 马修斯举行婚礼, 夏洛特公主担任婚礼花童, 相当受关注。 夏洛特公主身穿一身白色珍丝连衣短裙, 蓬蓬的公主裙。 背后搭配棕色蝴蝶结作装饰, 头发披散着, 自然眷起, 戴着白色的花环。 穿着一双白色长筒丝袜, 小脸粉粉嫩嫩, 肉肉嘟嘟。 微微严肃, 神情有些紧张和羞涩, 简直懵呆了。 2018年, 夏洛特公主作为在此担任叔父婚礼王子和梅格汉, 马克尔婚礼上的花童。 此时的夏洛特公主作为过来人, 已经见过大师面了。 此时已经完全不紧张了, 一副游人游余的样子, 牵着凯特王妃的手。 微笑向大家示意, 并且不时做出搞怪表情, 十分可爱。 作为英国民众的团宠, 夏洛特公主从小就开始与自己王室成员的职责, 跟随母亲出席活动。 2019年12月25日, 四岁的夏洛特小公主和哥哥乔治随父母一起, 前往当地教堂参加礼拜, 再去礼拜的路上。 一路向周边民众微笑示意, 传递节日的问候。 随着夏洛特公主慢慢长大, 大家发现, 她跟英国女王越来越相了, 甚至一些表情都可以说是神同步。 夏洛特公主越来越有女王的风范, 严肃时双目微等。 搞怪又可爱, 跟女王年轻时的表情简直一模一样。 最可爱的是小公主连门牙缝都和女王一模一样。 笑起来露出门牙缝的小公主也显得俏皮可爱。 如果说夏洛特正脸看起来有英女王的神韵, 那侧面就有些像戴安娜王妃了, 想比小公主长大后也是为大美人儿。 由女基因的影响, 英国王室很多王子和公主都有包牙, 严重拉低了整体颜值。 不过夏洛特公主没有受到影响。 也没有一传爸爸秃顶的基因, 长夜一头茂密的秀发。 真是天选之女,笑起来憨太可居, 跟威廉王子颇为相想。 夏洛特公主就像一朵盛放了向日葵, 向着太阳,尽情绽放。 也让全世界感受到了温暖。 出生于王室, 注定有一个不平凡的童年。 和不一样的人生。 但愿在她的以后的成长过程中。 她能一直这样无忧无虑, 像现在一样被世界温柔以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